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 读者你们好 欢迎你们收看2016年9月8日最新一期的国恒电讯YouTube频道 今天国恒电讯为大家准备一部Cool One 这部Cool One的厂家是乐视和浩派 两家公司合作之后的第一款产品 叫做Cool One 是一部双卡双待机 介绍这部手机前我们先开箱看看 这里的包装是以Cool 即是核牌的logo为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部机后面的製造箱都是于龙 于龙计算机 计算机 通信科技 其实就是核牌 可以说这部机是核牌生产的 即核牌的厂房生产的 但是里面的UI就用上乐视的UI 设计上这个装饭非常简单 有两脚的火牛 以及一条叉线 这条叉线是用上 一边是用上Micro USB 另一边是用上Type-C接口 即是两边都可以插的 即是没有分剩的 中间有一支针 卡针 有些说明书 这个就是开箱 这部Cool One的外观设计 有着很强烈的乐意色彩 你会看到在正前方 即是正面 同样是对称色的设计 一边是镜头 一边是感觉 中间是听懂 下方的Android 三支针 都是隐藏式设计 只有你按一按它 它就会亮灯 如果你不按它 它就会亮灯 现在亮灯 但是看不到 在隐藏式设计 背部同样是三段式设计 中间这一块是金属材料 上下下巴 上下下巴 不是金属设计 另外 它有个买点 就是用上双镜头 等下我们再介绍一下 同样是有个 下镜子纹 这个下镜子纹 是椭圆形设计 不是圆圆的 旁边也有个音量键和Power键 左上方是双卡槽 只可以进入两张Nano SIM 不可以加SD卡 同样是下方 一边是喇叭 一边是麦 中间是Type-C 机身上下巴 你会看到 是没有取消到3.5mm耳机孔 是保留了的 另外同样是有IR红外线发射器 这里有个钢槽 这个孔是钢槽 整体外观和乐耳非常相近 补充一些东西 首先说一下乐耳 乐耳上下巴 这个位置有天线带 而这部Cool One 没有天线带 你看不到天线带 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另外乐耳 这里有个LEECO的Logo 而这部Cool One 主要是以Cool Pie的Logo为主 你可以看到这个Cool 字体是最大的 下方有个LEECO 以及下面有个Cool Pie 这里有个小小的分别 只是补充这两点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UI是用上乐视的UI 完全是乐视的风格 不是用上核派自身的UI 可以看到更多资料 这部电话 出厂已经是6.0 另外EUI版本是5.6 另外CPU方面 用上Snapdragon 652 64位8个合身 大家可以看到 完全是乐视的风格 即是在UI方面 同样是有LIFE 这里有个LIFE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LIFE 这个是昨晚iPhone7 大家早上好 另外 它同样是有内置了一些音乐的Apps 是一个黑米音乐 暂时来说是可以听到歌 这个是Semi 这部机器的跑分 我就跑过一次了 Snapdragon 应该是可以跑到8万多分 7万多至8万多分 你可以看到这部机器 是跑到8万1130分左右 另外在字体方面 如果你觉得字体比较小 同样是可以调大一点 这里有个字体大小 这里可以调大 调大字体 调大字体之后 它设定里面的字 就是大了 但是 外面的字 不会大 如果你想 外面的字 同样是放大 的话 可以调大 同样是设定 就是显示那一版 另外 你按这个 试图大小 你调大 放大 因为 会连外面的 下面的字 都会放大 这里我已经 保留了图 给大家看了 这个 这个是未开 那个 试图大小的功能 这个是细字体 你见到 icon的字是小了 你看着天气 这个天气 这个字大了 连上时钟 也是大了 这个是开了 这个未开 字是小了 你见到 通知栏 同样是 都会变大 你留意 这个 WiFi 那个logo 是大了 同样是大了 连这个 始终也是大了 就是这个 始终也是大了 是可以在 刚才那个 功能 可以开的 这部 这个系统 语言方面 是支援 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和英文 是三种意愿 安装google play 完全是没问题的 google mac 是没问题的 都是可以定位 youtube 同样是可以看到片 我们播个 波音747客机 那个 engine 给大家听 这一架飞机是波音747 的 喇叭 在这个位置 是喇叭 youtube看片 也是没问题的 接着我们 介绍一下相机 这个主相机 就是后面的主相机 你可以看到 是双 一千三百万镜头 其中一个是黑白镜头 另外一个是彩色镜头 原理和华为的V8 都是差不多 旁边是配置了两颗 双色温热灯 这个主镜头 是双一千三百万镜头 它的光圈是用上2.0的大光圈 在算法方面 就不是用乐视的算法 是用穴派自身软件的算法 另外在感光元件方面 它是用上SONY IMX258的感光元件 因为它是用上双镜头的关系 会比普通的单镜头 在暗光的环境下 它的吸光量就会更加多 换言之 就说拍出一些相片 会比较清一点 另外它还支援录影方面 最高支援是4K录影 当然1080B和720B 同样都可以支援的 在镜片方面 不是用5P镜片 而是用6P镜片 在清晰度方面 可以提升20%左右 我们试试它的相片 就是普通的拍摄相片 对焦也是非常快的 它有些效果可以给你玩的 有个黑白 同样 它相机的功能 也是非常多 你会看到 我们回到正常的 正常的 你会看到下方 这里 有美颜 和专业模式 这是专业模式 这是专业模式 这是录影模式 还有夜景模式 还有一个单反模式 单反模式 单反模式 可以拍到背景是虚异化的 相机的 这里有寫的 同样 它这个相机 有HDR模式 还有水印 这个水印 你可以玩些水印 这是它的相机 相对于这个价钱 就是千多元的相机 千多元的价位 配置了双镜头 拍出来的相片 又不差的话 拍出来的相片 算是比较美 在千多元的相片 拍出来的相片 是比较美 和比较清 前置镜头 也有800万像素 这部 最后一个买点 就是说回 它的机身 电池容量 它这部电话 是失入了 4000毫升 的高密度尼电 续航方面 一定不需要担心 另外 它这部电话 同样是支援 OTG反向充电 什么叫OTG 反向充电 其实它是可以 当一个尿袋 但是你必须要有 一个OTG的转接头 就可以做到一个 帮其他装置充电 即是当一个尿袋 这样用 另外 在火牛方面 是配置了 5伏2A的标准快充 那今天 大致上 这部COO ONE 就介绍到 现在介绍到这个时候 差不多介绍完了 同样 在国行电信 购买 这部电话的 客人 可以额外 或赠送一张 钢化玻璃贴 和水晶套 另外 由于它是用上 Type-C的接口 也会额外 送一条 USB Type-C线 给大家 在此 多谢大家 收睇個人电信 YouTube频道 下一期有新机 我们再介绍 下次再见 拜拜